各位頂姐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Zoom的網上釋經的討論會 我們這次是繼續講到怎樣被性能充滿,而講到第三點 怎樣被性能充滿,我們之前講過第一就是悔改憎恨罪,離開罪,求主赦免和離開罪 第二次就是讀聖經,愛聖經,相信聖經和應用和遵從聖經 而第三就是信心,就是相信神真的很想充滿我們,聖靈很想充滿我們,聖靈很想使用我們 我用的經文是施道行轉二章十七節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敲冠煩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如然,你們的少年人要見儀仗 老年人要做兒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敲冠 我的僕人和事女他們就要說如然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神想,神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敲冠煩有血氣的 神的心意想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信心就是我相信神想 不只是我們想,不只是我們想,是神想 我們就會有信心,即是相信神真是在做功的 神真是很想祝福我們的,神真是很想將他的靈敲冠煩有血氣的 我們就在親近神的時候有信心,就不像覺得我們勉強神 我們不是勉強神,這個是神的計劃,神的心意 雖然很可惜就是有頗多教會是不相信這件事的 不過我們先看一個經文先 聖經講到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敲冠煩有血氣的 這個神的心意就是所有有血氣的人 就是說其實是所有人 不過當然不相信耶穌的人是不會有聖靈的囂灌 所以最多能夠應驗就是形容在基督徒身上 神是想所有基督徒每一個都被聖靈囂灌的 這是神的心意 而這裡講到那個跡象就是會說句言 建議象,做義夢 還有講到神的仆人事裡都要說句言 這裡講到就是神的心意想 我要做這件事 不過很可惜就是在初期教會之後 沒有多久因為基督徒成為國教 羅馬天主教的國教 不是羅馬天主教,是羅馬帝國的國教 就變成了做神職人還是一個高職 所以就慢慢變成儀式化和僵化 其實在初期教會是有很多神職歧視的 其實在歷代都有記載 有不同的人是有神職歧視發生的 這個都在不同的教府 他們有記錄到他們是有神職歧視發生的 就是說神職歧視是沒有停止的 並且有些修道士都發現一件事 就是當他們多祈禱的時候 他們會聽到這個微小的聲音 就是聖靈的聲音在他們心中 因為那些修道士用很長時間在這裡祈禱 所以他們會更容易經歷到 聽到神的聲音 這件事是有不同的人所記載的 那也都在在2000年的時候 不是說錯了 在1900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要找出這個 因為當時有19世紀的宣教運動 就去不同國家去宣教 全世界不同國家去宣教 而去不同國家宣教的時候 他們覺得有困難 就是他們宣教很困難 有些人就去研究聖經 去研究聖經的時候 結論就是 耶穌說過聖靈要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 然後去全世界宣教 所以是需要聖靈的能力 當他們祈禱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有人經歷到講謊言 聖靈充滿 也有一個神學教授教這件事 有一個黑人 那時候黑人是不准在美國 是不准和其他法人一起上課 他就坐在門口聽 就是那個老師特意給他的 坐在門口聽 他聽完之後 後來他就去到羅省 阿蘇薩薩佳那裡 其實他開始不是阿蘇薩佳的 開始是另一個地點的 就是有一個教堂請了他 但是呢 當他後來講到聖靈充滿的時候 那個教堂就拒絕他 他就自己呢 就是在阿蘇薩佳那裡 找了一個地方 開始聚會 而這個聚會呢 就是 本來是分開的聚會 但是呢 變成了一天 一個很長的聚會 就是由早到晚都 是不斷有聚會的 就是聖靈很大的立在 那麽就很出名了 當時就傳到很多地方的人 他們就很多人去那裡 去那裡 他們就去 一起去祈禱啊 那麽呢 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經歷 也都有一些人呢 講到其實有見證的 在網上有見證 因為現在那些人已經死了 但是在早前呢 是有見證的 其中一個影片呢 就是講到有一個 有廢奴的人呢 他在那個聚會呢 是醫好了的 那那些神跡歧視啊 和他寧命更新 很多人講謊言啊 那然後呢 他們就 很多人就開始 去 不同地方宣教 就是很被激勵 去不同地方宣教 就開始了這個 很強烈的五秦宗 運動 就是當時這個就是一個 五秦宗的復興 五秦宗的聖年聖門 那當時沒有五秦宗這個名字的 不過就是 我們後來叫他做這個名字 那而在 在1906年就是 這個黑人復師 他開 他的名字應該是 C-more 就是在 阿蘇撒街 那裡開著會 那然後呢 1913年呢 就成立了 神召會啊 和有不同的宗派 因為他們 覺得 就是好像每個人經歷聖靈 但是呢 好像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好像去管理他們 好像他們就是 每個人做不同的事情 就 怕著呢 會 會失控啊 就沒有監管啊 之類 那就成立了 神召會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五秦宗的宗派 都是開放聖年工作的 就是當他們親近神的時候 是很明顯有這個聖年的工作 那而到今天 有很多人 就算他們沒有 參加過這些 教會或者聚會 在他們當祈禱的時候 都一樣有些人 是經歷到聖年的 那而 當他們參加的時候 接受按手 有些人 就很強地經歷 而他們保持到呢 就可以恆久 在聖年充滿之中 生活和運作 能有聖年的能力 那我們看到 神真的想啊 也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講到那些人很想的時候 他們親近神 都經歷到聖年 很大的工作 就 亦都他的果子 是證明 是從聖年以來的 那這個 就是看到神是想的 不過在歷代以來呢 為什麼這麼早才有呢 其實在歷代 都在某些人身上有的 那只是不是大規模 那因為 第一就是 天主教 好像 就是 好像控制了 當時的 就是 當時沒有基督教這樣 就是 那看什麼叫正義 他們都是信聖經的 但是呢 那個 信仰上呢 就偏離了 所以 馬丁路德就發現 他們說到 要買贖罪券 那時候 他 馬丁路德 他是很掙扎 很掙扎 因為呢 在羅馬天主教之下呢 他很多時候 他覺得 很多罪 他不斷祈禱 他希望能夠脫離這些罪 但是呢 他都覺得 總是有罪跟著他 所以他的心 是很 非常之 很大的掙扎 那麼 他 他就後來發現 天主教裡面的問題 那麼他還以為 教皇是會很開放 他以為教皇是很愛神的 他就走去跟教皇去說 但是怎麼知道教皇是拒絕他的 就是令到他完全失望 對於教皇 然後呢 他就 逃避教皇 然後呢 就開始有些人聚集 就後來成為盧德會 那也都 後來有 John Calvin 有漢家移民 就 又開始另外的 那個 這個 改革 就是這個改革 宗教的改革 就是 宗教改革 當時來講 都有不同的 的 神學 那麼 那個教會呢 就回復回去 用聖經來做 作為那個 指引 不是只是教皇的指引 那麼 而在這個過程呢 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在馬丁路德的時間呢 是大約1530年的時候 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後來有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 就是 這都是神的工作 那個人真是很慢的反應 那麼這個 十九世紀宣教工作呢 其中呢 是說到有四個人呢 在英國他們一路祈禱 為了全世界福音 要全面普天下祈禱 那麼有一天呢 下大雨 他們呢 就 不能夠 就是他們那個地方又下雨 又很濕啊 他們因為不是在一個很好的房間 在一個 好像一些草房的地方去祈禱啊 那麼在這個 這麼 下雨的狀況呢 他們就很迫切祈禱呢 然後神的靈感動他們 他們就 後來就開始這個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 是把福音帶到很多地方 然後當我困難 發覺宣教很困難的時候 他們就 就是 那些人就祈禱了 去延經呢 去找出 就是神是想把聖靈充滿我們的 而當我去到 宣教的地方 譬如去到非洲呢 是大部分的教會都是接受性的工作的 和在比較文明的國家是很不同的 在文明的國家呢 聖靈充滿不是主流 譬如在美國 就比較香港很多的 在美國有很多聖靈充滿的教會 但是呢 在 有些其他文明國家 譬如在香港呢 是 不是主流來的 聖靈充滿並不是一個主流 那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好像 就是 對於聖靈充滿 我覺得只是一些人的 他們的方向 並不是神的方向 但是 有很多國家呢 是非常接受 看守祈禱 神職其是趕鬼 因為他們很多 那些 邪靈工作 有很多巫師 所以 當我去非洲去宣教的時候 那些人的邪靈彰顯 是比其他地方更加強的 就是 有時 周時是 整班人有邪靈的彰顯 所以 在那些地方呢 他們 傳呼陰某程度 是更加容易的 不過也都有個問題 我就發現 有些地方 他們的信用很不強 很不 就是 那個 那個神學訓練是很弱的 所以我就 在非洲的地方 我現在做一些訓練 訓練的牧師 但是 他們的經濟困難 他們買不到 那些東西 常看我的訓練 所以我就幫一些教會 幫一些人 認識他們之後 然後 幫他們買 但是 我們原來買得 就是我們根本沒有錢 是這麼多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需要發展的事工 來的 是幫助更多人 那大家有心呢 也都可以為這件事 因為我們全部的奉獻 都是全部 現在來說 是全部幫非洲的 我本身是完全沒有 是 是 完全是幫非洲那些 那些牧師教會 買兒庭 可以看網上的訓練 而他們對於聖靈工作 是很開放的 是 是 就是 不會去質疑的 但是也都有個問題 就是 有些 奇形怪狀的教導 在他們當中出現 就是有很多人呢 有些假先知 那真是出現的 不過在我們的群體 當然不會 就是我們教導他們 是離開這些錯誤的教導 那 那 好了 那我們去回就是 信心 我們想被聖靈充滿 我們就相信神真是 很想充滿我們 神真是 很想將聖靈充滿我們 叫我們得著能力 和他有親密關係 可以帶著神的能力去侍奉神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當我們全心相信的時候 我們祈禱是更加容易經歷聖靈的 就是在祈禱的時候 不要覺得好像很難 而是愛慕神 很感激神 歡喜神 欣賞神 喜歡神 用長時間的祈禱 自然是會越來越經歷到 更強烈的聖靈的臨在 那也都有很多人在祈禱的時候 會覺得是 會 身體會搖動 那你越投入的時候 你發覺搖動越強 那我們怎麼知道是聖靈工作呢 就是因為 他 越是 愛主的時候就越強 就是 越愛耶穌越強 越悔改越強 那沒有理由 越悔改越愛耶穌就會邪靈離 越是 內心是平安喜樂 興省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聖靈的工作 不過可惜就是 有很多 教會的傳統 他們 由上至下都有阻力 第一就是中派的阻力 如果那個牧師 去公開講聖靈充滿的道理呢 或者為人按手祈禱呢 中派會給他壓力 第二就是牧師之間的阻力 就是 譬如有時候有些教徒 經歷聖靈充滿的 跟牧師說 牧師又會難阻它 好了 另外一個阻力就是 信徒的阻力 有時候牧師想幫些人經歷 但是信徒又會難阻 就是三個層面 中派和牧師 還有教友 還有執事會 還有執事會 教會的行政架構 都會反對 所以就變成了 令到聖靈工作 有些教會 其實在香港 因為曾經有過很多的聖靈聚會 現在都繼續有的 有些人經歷之後 他們就想帶回去自己的教會 他帶回去自己的教會的時候 就 就是有時候有些衝擊 有時候有些教會接受 但是有時候有些教會是不接受的 所以變成了他們有些的衝擊 但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不要計較人展體 我們只是深信神一定想祝福 神一定想充滿我們 神一定想加力給我們 我們就有信心 神啊你會大大使用我 我愛慕你你一定祝福我 一定賜給我聖靈的能力 我能夠為神而做偉大的事 可以大大被神使用 那這個就是聖靈充滿的時候 信心的重要性 就不要覺得很難 不要覺得行聖 第一聖靈充滿覺得很難 不需要覺得很難 第二就是 行聖靈的路呢 並不是很難的 是神一定會加力給我們 只要我們多親近神 一定是得力的 OK 那我現在解釋了這個 信心對於聖靈充滿的重要性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我想問呢 那個信心呢 怎樣才夠信心呢 被聖靈充滿了 喂 喂 喂 你剛剛說就是怎樣夠信心 是不是這個整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轉了麥克風 所以我就聽不清楚 是不是只是這一句 就是怎樣夠信心 是不是 是啊 怎樣夠信心被聖靈充滿呢 不過我問了主呢 前一陣子你說這個主題被聖靈充滿嘛 神頭上我想到被聖靈充滿了 但是呢 我就是覺得我有些是 很多人是神身不夠 不知道怎樣主動怎樣 總是覺得我不夠信心 我也不知道怎樣說 怎樣表達出來 是啊 OK 我想說一件事 信心呢 不要想著我要多強的信心 信心是信任 信得過神 神說了我信得過他 這個就是信心 神說了他想 我就相信他會想 我放心 我放心他一定會祝福我 他一定會提升我 很想聖靈充滿我 變成一次給我聖靈的量力 這個就是放心 那一路親近神的時候 一路說神一定想的 神一定幫我的 這樣這個就是我所說的信心 就是信得過神的話語 神的應許 就不是好像我要 你加強你的信心沒有問題 不過有些人就會這樣覺得 他說我信得已經很努力的了 我已經信了 哇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這樣他就會覺得 哇 有時我信得強一點 有時沒有信得那麼強 他就會覺得好像 要信得很強的時候我才行 如果我信得不夠強的時候 就不行的 那這個就會有錯誤了 就是他要覺得好像 我要信的時候 信得很強很強我才行 但是呢 其實聖經裡面說到信心 就是相信神的應許 相信神真的好想充滿我們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所以一路其他時候 放心神一定想充滿的 那所以我就知道神 就是你可以想像 神現在看著我們親近神 他很開心在那裡笑著 他說我很想將聖經充滿你 你的心打開就可以了 你的心渴慕神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我叫大家去呼叫神 好像將心鬆了 那樣 為什麼 這個只是一個用外面的動作 幫助內心的世界 目的是幫大家的心放鬆 心完全的心靈開放 那就用好像發聲的方法 啊 好像把心打開了 鬆了 這個只是一個外面的動作 幫大家去做到 用心靈開放 把重淡釋放出來 還有心開放給神工作 這個方法都有很多人 他們嘗試這樣去放鬆的人 從心靈深處去呼叫耶穌 不是一定要呼叫才行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方法幫大家 心靈做得到 這個是幫大家有心靈誠實的 敬拜討告的方式來的 最主要是心靈做到 所以我來說我不用叫的 我心一開就做到 但是很多人是很難做的 心打開很抽象的 所以我用這個聲音的方法 放鬆的心口放鬆了 啊 好像有些像嘆氣的 將那些冤枉 那些重淡煩惱 釋放出來 啊 多謝耶穌 有些人一做 立即又起落 這就是 可以用這個方法 可以幫大家的心 是 是 聽不聽到我講話 是 聽到 我想問一問 我想問一個問題 首先呢 我是有送心 和心送神 必定會拜 那 甚至乎 我在 教會那裡 是 靜靜地去 為人按手 討告 曾經 因為 我們的教會 是傳統的教會 他們是 接受 聲明的 那 我曾經試過 靜靜地去 幫人按手 討告 他們是得到 醫治 得到幫助 得到安慰 但是 我在一個 的 傳統的教會 怎麼可以 讓 教會接受 聖靈呢 你明白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想請教 其實我已經是靜靜地去做 但是他們 當然 牧師未必是會接受到的 但是 你看到一些的姐妹 已經有一些 都接受的 只是 我們的教會 不會講聖靈 我們教會 不總有按手討告 這些 也不會講聖靈 拜來的幫助 我們教會 是不會講 其實 我怎樣 我即使幾有信心 我怎樣可以 引導 或者領導 一些人 是認識聖靈 是的 我就想問這樣 OK 好 我想說 就是 我們的目標 如果你在傳統教會 設在幫一些人 經歷聖靈 這個不是違反聖經 也不是做一些 不好的事情 因為有些人 就會覺得 你這樣做 好像 跟教會 的方向不同 但是 我們 聖經有句說 信從神 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 但是 這個 怎樣做到多少 這個真的 每一個教會 不同 我就會覺得 我們的目標 設在哪裡 是幫個別的人 我們 跟他有好一點的關係 的人 他的心是開放的人 我們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 譬如 問問他 你想跟神有更加親密的關係 或者你覺得你跟神的關係 怎麼樣 你想不想更加得力去侍奉神 或者分享我們自己曾經 有個經歷我們怎樣改變 這樣 但是我們分享的時候 不要分享那些 比較 人家覺得怪異的 的經歷 比如說 跌倒啊 震啊 那些 不要說那些 也都在他們面前不要震 不要搖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 外面的張演 只是個心靈開放 這樣呢 有些人 他的心想跟神有密切關係 和他想侍奉神 他就會被更新改變 即是他就說 好吧 我也想 就跟他們祈禱 並且帶他們去使用 就是很重要就是使用 因為聖年充满 不只是要來經歷的 是怎樣用在 建立人的靈命 和傳福音 為人的討告 為人疾病 心靈的需要 各方面的討告 那這些都是呢 我們 合乎聖經的做法來的 至於改變教會 可以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 我都說了 因為他三重的阻力 第一重就是中派的阻力 第二重是教目的阻力 第三重是教友的阻力 因為人習慣了一件事的時候 他是很難改變的 那這個真的需要時間 去讓他知道聖靈的益處 帶來的益處 然後呢 去回答他所有的質 那些懷疑的地方 然後去幫他 這樣去經歷聖靈 或者他自己 有時候最好就是他自己愛慕神 那我想過的 我有想過的 我有想過呢 就是幫一些教目 譬如有些教目肯 我又想過 不知道怎樣可以宣傳到 有些教目願意的 我也願意開一些聚會 是幫一些教目 去回答他的問題 那而我用的方法呢 首先就不是我為他祈禱 而是他們互相祈禱 甚至是他們 譬如最好就是 譬如第二個牧師跟他祈禱 他又不知道 是不是那個牧師已經勝利充滿 那就是叫他 他自己教會 譬如有兩三個一起來 那互相按手祈禱 看看有沒有經歷到平安 興省能力 或者身體搖動 就是我解釋了這些東西之後 那他們經歷到 就他們知道他們 就是神給他的 那就是這個途徑 是會走得通多過 向教會正式去講出來 除非我們已經幫了 若干人在教會裡面 已經更新改變了 我們已經幫了很多人改變了 那我們的時候可以跟教會講 你看那些人改變 都是合乎聖經的 那聖年充滿真是很好的 那你們想不想去了解更多 那這個一定要逐步來 一開始就說 聖年充滿了 你們接受吧 你可以說人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 因為我自己曾經 嘗試幫不同的教會 我發覺總之 由上到下都有助力的 那所以這個 就是你的那個 那個心呢 暫時不要去那麼闊 那些個人的先 也都有時候可以 是我們幫外面的人 譬如說 我們在街上傳福音 幫到一些人 我們就幫他經歷聖年充滿 我們在帶他上耶穌的時候 已經幫他經歷聖年充滿 那或者是我們外面認識的基督徒 或者我們在網上 我鼓勵大家在網上去分享你的經歷 然後有人回應你 那你有一個好的保護 因為你要找他來祈禱 那你要有保護 就是不會找了一些壞人走到你家 你看看有什麼方法 有好的保護 然後你有機會為他祈禱 或者在網上用電話祈禱 我都幫了一些人經歷 那如果最好就是有些聚會 是可以讓他們去參加 而可以經歷聖年的 那邀請他們去教會的聚會 就會安全 就不怕一些壞人 就是因為壞人在教會這麼多人之下 都不能夠容易做到些什麼的 那但是有時候自己教會都不給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想一下有些什麼方法 那我覺得是個人做先 OK 謝謝牧師 因為剛才你所說的那些 我們教會全部中了 他們是不單是不接受 甚至乎有一些姐妹 她都看到很多的神跡歧視 但是我們的教會因為一些的執事 一些的送養那些的問題 他們就不可以接受不了 按手託告都不行 電都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阻攔 不過我都要嘗試 好像牧師所說 嘗試是先幫外面的人 讓外面的人可以靠著聖靈的影響力 影響到外面的人這樣 才去想去改變教會 是的 是的 唯一是這樣 謝謝牧師 好 那我也說一說 是的 我聽到另一個人想說話 那我想說了一點 我先繼續 那我想說就是聖靈充滿 第一 現在來說 在推廣幫助更多人經歷聖靈 是很重要的 靈命更新重要 傳呼吸重要 那另一個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幫更多人經歷聖靈 就是這個大災難可以隨時來到的 因為現在其實世界第一 那些氣候轉變是很急劇 很多國家有很強烈的熱狼 旱災 饑荒 還有很多國家有經濟的問題 其實這些 可以很快應驗 就是很多國家有很困難的情況 還有是破產 有些國家真的在一個很嚴重的破產 那些人是買不到食物 買不到電郵 或者是很貴很貴 都是供應得很少很少 因為國家沒有錢去跟另一個國家買食物 或者買電郵 那所以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還有國際之間隨時都爆發戰爭 就是我就覺得在十年至三十年之內 很大可能就會這個世界會有很大的戰爭 還有是各方面的飢荒、瘟疫 這些都很嚴重 就會讓我們知道 即是真的在末後大災難的時期 而末後大災難是很需要基督徒有聖年充滿的 因為第一就是我們得力 隨時祈禱都得力、得安慰 知道我們神和我們很討厭 神是在幫助我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幫助我們 信神會供應我們的食物 因為他經歷到聖靈 他們都相信神可以供應食物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候 要買食物就需要受壽印記或者拜壽 就要失去救恩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拜壽或者受壽印記 所以那時候基督徒一定要多祈禱 也很需要神職歧視去醫治某些人 受傷的人之類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 是很需要很需要這些大的 很需要這些神職歧視和聖靈充滿的 好 那另外姐妹有話想說 是嗎? 是啊 我分享 我也是傳統教會成長 但我現在也是進入了 都挺靈欣的 我覺得在我的經驗裏面去分享 就是第一就是為你教會 那些未聖靈充滿的 是去祈禱 就是你相信神會動工的 是的 為他們祈禱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一份 反而不是去思想上去教育他們 為他們祈禱 第二就是等時機 因為總有一個時機 神會為你預備的 他們現在就說很抗拒 但是當他有病或者癌症那些時候 他們就很需要支援 那你有這個醫治的能力 他就會親自去經歷到神 真的不在乎你的言語 那時候在乎你的權力 你真的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去幫助他們 就是平時給他們有愛心 那樣 其實第三就是那個美好的生命 就是聖靈充滿是有美好的生命的 人家會看到的 忍耐也是其中一種 所以如果只有這麼多不滿 那其實大家還有一些 一些中了仇敵的詭計 是的 就算和什麼人 你都可以定義他 愛他幫助他 讓他感受到上帝的那種寬廣 我覺得呢 就是我們傳統教會 好 到時候 時候到了 那些機殼的人 自己會出去找地方 他們自己會找的 就是放長眼 那些機殼 那些 他們在傳統教會 他們自己會自己找聚會 在外面找聚會 因為他無法滿足 又或者呢 換句話 就是我們站在旁邊 神就會動工 那神就會 他可能去讀讀黑經 我看到一些很傳統的牧者 他自己讀讀黑經 聖靈去囂灌他 其實神才是主宰 他真的是主宰 不要看他今時還沒充滿 他一充滿的時候很厲害 那第四就是說 我們既然是聖靈充滿 你就聽著神的帶領 如果神的帶領 聽清楚神的聲音 他說叫你留在那個教會 那你就要忠心在那個教會 就是要做回在下者的本分 就是不可以 你說這些是對的 然後又有人帶領 就是你不可以做一個火車頭 既然神叫你在那個教會 你就要做回那個教會的 一份子的本分 那好像牧師說 你在外面是去 你去到處去治一下那些 那些街上的人 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沒有影響的 你既然這麼想治人 這麼想關心人 周圍都有人給你關心 但是你在那個教會 就應該跟隨那個教會的規則 那你一路祈禱主 如果主說你不需要再去那個教會 你去另一個教會 那你就勇敢一點去另一個教會 那我就屬於後者 那神者會帶領 那其實 現在在葉牧師這裏聽的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向聖靈開放的 教導來 那如果 如果有人需要 都可以 都可以這樣去 慢慢去吸收多些 就不用這麼快去改變 就是 如果有人有興趣 他吸收都可以吸收的 這些都是一個 一個群體的互相支持 和一個真理的提升 這樣 就是我意思之外 神叫你 神叫你留在教會 你就留在教會 神叫你走你就走 神叫你在那個教會裏面 但是仍然去吸收這些真理的 你就去吸收 還有網上有很多神徒聚會 那些神徒聚會 那些神徒聚會在網上而已 所以 所以其實 若然是 那個處境是這樣 我們仍然要讚美神 神一定有很好的美意 我分享這麼多 謝謝 好 多謝你 多謝 多謝主 都是好的 一些好的提議 OK 還有沒有人想問 或者說 OK 如果沒有 我們祈禱結束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啊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愛你 感激你 讚美你 因為神 你很想把聖靈囂灌 凡有血氣的 我們每一個 你都想大大的充滿我們 求主幫我們 和你連結 讓我們的生命裡頭 沒有任何一件事 難阻聖靈的工作 沒有一件事是 不順復你的 是完全聽你的話 完全呢 是把生命獻上 當作活際 不要考發這個世界 但是心意更新而變化 亦都尋求神的策略 如何高度的智慧 尋求 尋找神的這個 善良純存 可喜悅的旨意 讓我們走在神完美的計劃 整個生命能夠發揮出來 求主幫我們深信 神你很想充滿我們 也都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 有奇妙計劃 我們每一個人 都神都想大大的使用 所以我們不需要呢 限制自己 或者覺得自己呢 沒有能力 我們靠著耶穌 是凡事都能做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幫助我們 享受你 親近你 喜歡你 歡喜你 時時呢 喜歡跟你一起 時時感激你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 賜給我們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大家可以站在那裡放鬆個人去 愛慕神 讚美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讚美耶穌 阿神愛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讚美耶穌 來ском Hallelujah 啥 雪 主日欢迎圣灵充满我们 欢迎圣灵更新我们 欣求圣灵改变我 欣求圣灵充满我心 欣求圣灵释放我 欣求圣灵拥花我心 欣求圣灵改变我 教主帮我们相信 在这一阵里你很想充满我们 你很想圆化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放下一切的怨恨 一切的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一切的忧伤 愤怒 所有的犯罪的意念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得释放 脱离这些所有捆锁 让我们听完神的话 跟从神 行神的路 神一定喜悦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祢喜悦 我们亲近祢的 祢喜悦 我们遵从祢的 求主赐我们能力 去为主 去服侍主 为主 荣耀祢的圣名 去为主做任何的工作 求主施恩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家可以试试 去呼叫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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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全开放了 可能你就会觉得 那种能力来到了 哈利路亚 心完全放松了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神祢真好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主耶稣 祢真好 我们亲近祢 我们喜欢祢 欢喜祢 我们喜悦祢 多谢耶稣 神祢有美意的 祢的计划 聖过人的计划 你超越人的計劃 我们祈求真是因为我们知道 末后日子很多人跌倒 被子陷害被子恨户 还有有尼道反教的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尼道反教之前 帮助更多基督徒灵命更新 让我们在网上去分享更多 去鼓励人 因为这个是可以扩阔我们的领域 去影响更多人 求主施恩祝福 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见证 多谢天父赞免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门 阿门 多谢天父 阿门 阿里雷 我鼓励大家 真的在网上 在YouTube或者Facebook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问我 或者问其他人 这里有没有人 是自愿可以帮其他人 怎么样想开Facebook YouTube 就是等 有些人可以得帮助 你们可以找我 也可以找 你们互相之间 有些人是愿意帮助的 那么就 因为这个影响是会扩阔的 那么我们分享一些 由小事到大事 那么如果你只是想录音的 那么你可以只是录音 如果是想是有个样子的 那么其实 就是我们要想一下 人家看到我的样子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有什么惧怕呢 如果我们想清楚 都没有什么惧怕 没有什么惧怕 那么我们可以 摆上网 把这些影片摆上网 手机很方便的 你拍了一个影片 你是应该的选项 有其中的选项 是可以摆上网的 那么你就可以 就是影响更多人 那么这个就会 帮助更多人 在来到反教的时候 是之前已经 信仰坚定 跟神的关系坚定 首先就是那些 可能会跌倒的那些 他们站稳 不跌倒 第二就是那些 本身都是 就是不会跌倒的 他们更加有能力 就是需要更多基督徒 有能力 就是我自己发觉 有很多教会 他们没有开放性 那个问题就是 是有很多基督徒 跟神的关系 不是很强的 不强调 亲近神得力 就是他们有讲 祈祷的 不过多数是祈求 就很少说到 就是说 赞美神 爱神 就会得能力 有个力量 去抵抗一切的 引诱 或者是对付罪 性的情绪 就是他们比较少 说到这种 爱慕神的祈祷 可以带来的能力 那么这个是我们 需要帮助更多人的 那么我也希望 大家有心 那么你如果有心 譬如现在你可以 有没有人有回应 就是你想询问 我怎样去做法 那么有时也都可以 你弄了个影片 给我 我就放在我那里 那么你两度都可以的 你又放 自己放上网 你又给我 就是两度都可以的 那么因为我那里 已经有很多人看的 所以呢 就会加增 那个人来去看 的机会 那么还有呢 在Facebook呢 是有很多的群组的 你上网找 基督教群组 是有很多 那么你申请呢 他给你加入呢 你就可以将你自己的 见证放上去 有些群组就不给的 有些群组是只是 那个负责人呢 可以发信息的 那么你那些 你就没什么作用的了 他们那里 只是听人的东西而已 但是呢 有些群组是给人发信息的 那么那些群组 是很多的 就是有几十个 基督教的群组 是有些是有成万人 不过他们不代表 他们经常看东西的 就是有时你放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的 那么你就内衷放上去 那么这个就是 当你有时间做的时候 可以做的事 对了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